从威胁对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10%关税 到污蔑中国汇率操纵 连日来 美国对华极限施压愈演愈烈 8月7日 在一场研讨会上 北京专家认为 美方此举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中国完全有能力和条件打破其围堵 针对美方严重违背中美两国元首大阪会晤共识 再度挥舞关税大棒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研究员王一鸣表示 如美方启动新一轮对华加征关税 不仅将伤害美国消费者利益 拖累美国经济 还将严重冲击国际市场信心 给世界经济带来新的不确定性 新一轮针对3000亿美元加征关税所涉及的商品 主要是智能手机 笔记本电网 服装 玩具等消费品 这部分商品可替代性不强 在美国的市场份额很高 需求的价格弹性也很小 美方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最终大部分要由美国的消费者买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原部长 研究员赵近平称 作为全球头两号经济体和贸易大国 中美贸易往来受影响 将严重拖累全球经济增长进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7月15号刚刚发布的新轮的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 由4月份所做出的3.3的预测值下调为3.2 这本身是在考虑到贸易摩擦和贸易争端不断升级 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的基础上所做出的判断 美方如此步步紧逼 无非是想在中美经贸问题上搞讹诈 占便宜 对于这将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可能的负面影响 专家们强调中方完全有能力应对 后世的家底是中国经济抵御外部冲击的底气所在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 经济快速发展 已经摆脱资金短缺阶段 完成了资本的原始和中期积累 我们的外汇储备现在是全球第一 我们的国内来讲 带卡的资金的融资渠道也比较多 资金供给相对也是充满 全球来讲 现在是一个很多国家的资本要输出 要输出 是吧 资本不胜 所以这个我觉得 所以这个不会产生太大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郭春莉指出 中国强大的内需不仅对本国经济增长形成有利之称 也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重要动力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 2009年以来 中国对全球GDP增量的贡献率高达34% 按购买力评价核算则为27.7% 稳居世界第一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首席专家研究员陈东奇强调 美方应当明白 其与中国在产业链 供应链 价值链 乃至整个供求关系中存在很强互补性 合作共赢是两国未来发展大趋势 中国需要美国 美国更需要中国 合作共赢是互补性 中美经济未来发展的大趋势 逆朝里而动 虽然可能获得一级一时之力 但会让中美双方实施 共同发展共创未来的长期积